很羨慕欸 你看他 他唱著唱著唱出老公 阿欣怡妳唱嗎 我唱著唱著 我唱出一個 認清 妳唱出 冒出一個陌生的爸爸 我就冒出一個爸爸 就是因為當時候 一開始是他在那個 我的臉書上的那個粉絲專頁 然後下面就是會留言 然後就說你今天怎麼樣啊 女兒今天很漂亮 我想說為什麼他要叫我女兒 然後他都還不是叫我林欣怡 他是叫 他說我姓張 他說其實你不姓林 你姓張 你叫張婷筠 還有一個名字啊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說你是不是認錯了 我一開始還有就是回覆給他 然後他就開始說 沒有沒有我非常確定 你就是姓張 我叫張某某 然後你就是叫張婷筠 然後你是我走勢多年的女兒 講這麼仔細 然後我一開始還不以為意 因為其實在那之前 因為星光大道的關係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粉絲 然後當中也包含了一些比較 瘋狂一點的 像我就有接收過 就是有粉絲寄信給我 然後他第一句就說 親愛的 回想起我們在一起 過往的這段日子 然後我心裡想說 什麼東西 想說都有這樣子的粉絲 所以我想說他可能是 可能他有一些心理上的問題 所以就是不以為意 一直到有一天 我到Easyfly 駐唱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 還沒有上台之前 就發生了一個 我覺得 就是有一點害怕的事情是 有一個人拿著戶口名簿 身分證跟印章 然後就進來 然後就說 請問林姓小姐 然後我就說 欸我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 你爸爸要我轉交給你的 然後他現在就在門口等你 然後我就想說 誰 我想說哪一位 他說 他就是一直都有留言給你 跟你有保持聯繫的 張爸爸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怎麼回事 然後那個時候 五哥也在 然後老闆娘也在 那在這之前 其實他已經多次的 就是打電話 半夜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老闆娘 一直 因為那時候 我經紀人就是我老闆娘 他就一直打電話 跟他說他要找我 然後他找不到我 我老闆娘說 沒有 他真的不姓張的時候 他就開始會用髒話破口 大媽說 你閉嘴你聽我講 他就是我女兒 我女兒在找我 然後他就分裂 這種 對 然後就開始吵 然後虎哥 他就開始還跟虎哥講說 我跟你說 他還有一個姐姐 他還有一個哥哥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離家多年了 我們要上去 就講的 虎哥就當天就 電話給我 他就問我說 欣穎我先問你哦 你是不是有一個姐姐 我說是啊 然後他說 那你是不是也有一個哥哥 我說嗯是啊 他說那 我先跟你講哦 你問你媽 就是你們小時候那個照片 你幫我確認一下 是不是同一個爸爸 對 然後我就 你後來也是不覺得 你長得跟你爸爸真的不像 我跟我爸很像 我跟我爸非常像 但是我還是問了我媽 然後我媽就一直笑 他就覺得很荒唐 後來我就跟虎哥說 我非常確認 因為我對我爸的印象是 記憶是從小到大 都一直記得的 所以不可能 後來他們當天這樣子 拿那個戶口名簿 拿身分證 拿印章來 我其實有點害怕 因為他就在外面大吼 後來我們就叫那個警察來 最後就把他帶走 但帶走之前 虎哥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堅持 欣穎是你的張姓女兒 這是我們疑惑的地方 對 然後他就跟他們講說 我跟你講你仔細聽 他那時候就是發那個 等一個人這首歌 我就知道他還是要找我 我就知道他準備 這是一個求救訊號 他那個就是精神有狀況 其實你不該用 這麼強烈的方式 你就叫他一聲爸會怎樣 好啦 不管您說 因為他 他也在看我們電視 不是 要不然妳跟他 張爸爸 張爸爸 好啦 其實他有來現場 我們先 沒有啦 那個門可以開的 太可怕了 OK 我真的信你 這個算瘋狂粉絲啊 應該是 但是有時候會有壓力 因為妳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怎樣 對 那一段時間 我每次去Easy File 就是飛快的速度 趕快跑進店裡面 會緊張 但是我說妳做事太衝動 妳應該先了解一下 他有沒有錢這樣 沒關係 沒關係 不要我是用妳的歪理 聽不到人家 價值觀不要偏差 對 我們正正經經做事 對 腳踏實地 對 腳踏實地 來 姿姿 姿姿 好 我也遇到 就是酒醉鬧式的 然後還變成通緝飯的一件事 妳在哪裡駐唱的 我在台中 那時候我大學 大學就駐唱了 對 就是一間餐酒館 就有朋友就說 你去唱一下 隔天就錄用我 我那妳實力很堅強 可以 台中哪家店 妳講名字沒關係 因為我都 大概都知道 它是一個 沒有 那個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 它是一個原住民的餐酒館 對 我那時候就是只有 這麼一次的駐唱經驗 然後剛好就遇到一個酒客 在打烊的時候 都沒有人 就剩下 就剩下一個客人 他就自己吃飯 點那個山豬肉 然後喝小米酒 然後剛開始都很活絡 跟 可以跟客人這樣聊天 聊天 都很開心很開心 過一陣子 想說怎麼有人在哭 他就自己講話 然後就自己講自己的故事 然後就一直哭 哭到後面 大事不妙 他隨手一指 就隨便指一個客人就說 是不是你 你說 你說嘛 你到底是不是你有問題 你說 你說我什麼 完全沒有人要講話 因為我們想要趕快下班 趕快收一收 然後結果他就開始罵人 酒 酒風就開始起了 然後老闆就說 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趕快讓他離開 就說好 不好意思我們要打烊了 可不可以請你 付錢 錢還是要付 他就從口袋 他就像醉鮮鮮這樣 就一直賣彰化 但是他還是有把信用卡拿出來 然後就摔在地上 這時候要有一個印象 你要先跟老師配合 要先蕊兒跟他 讓蕊兒見老師講一下 老師反應很快的 你跟蕊兒講得很尷尬 他又不是你肚子的回叢 他又不知道你故事的發展 對 他哪知道都沒有要跟你登場 你要下一個節奏 突然間他到信用卡 丟到地上 對 對 我就想說 我要剪嗎 我要面子重要 錢重要 還是自尊心 還是錢重要 後來你選擇了錢 對啊 畢竟我都在參加館打工 就是要來賺錢 沒有他的信用卡 我那天應該沒什麼錢了 就刷下去 然後我就好刷過了 結果又要找他簽名 我想說天哪他已經發久風 然後我還要找他簽名 我怕他對我怎麼樣 這是必須要小心的,沒錯 對 好 好,然後呢 他很快的就簽了一個 F開頭的英文字 FXX 對,大家有故意耶 寫上 會不會你看錯 他是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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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疑心病 你在那邊疑心病 他... 他寫很大 就是要讓我知道只有四個字 這樣子 只有四個字 只有四個字 然後想說好啦 錢有付就好了 就讓他趕快出去 然後我們很怕他又再衝回店裡 因為我們要打烊了 所以我們就同事就擋在門口 誰知道他一踏出去 馬上有椅子抓椅子 有什麼打什麼 有酒瓶拿起來摔 然後玻璃 我們那時候店裡的牆壁是玻璃 他就開始 因為酒醉人沒有辦法控制力道 開始發瘋 撞啊 怎麼樣子打 然後老闆可能很怕被他破壞 我們趕快Call警察 然後在打給警察的那個過程中 他不知道為什麼又想要衝去店裡面 不知道要找誰 但也沒有人 他就這樣一衝 他一個手一揮 我們其中一個同事直接倒在地上 然後那個同事他手一拿到前面 天啊 撞到了 對 他直接跌倒撞到那個示範的地上 好危險哦 對 然後就趕快Call救護車啊 對啊 這贏了 因為這種生命的事情不要開玩笑 他趕快Call 救護車非常快的來了 然後那個酒客 也非常快的跑到百米之外 我想說到底有幹嘛 然後就聽到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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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赤腳 然後就衝刺百米 衝撞那個救護車 他去撞救護車 馬上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我小時候到底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整個人趴在車上 什麼意思啊 起來 直接拗下線 直接拗下線 等一下 我就看殺人到底你要幹嘛 然後整個拗下線之外 那一台救護車就不能再人了 因為怕會有危險 但是 我們要 他好壯哦 對啊 他真的很壯 而且滿小指導 而且他速度也太快了吧 對啊 視角耶 他全力衝刺耶 很大力 很大力 因為他太壯 然後因為他跑滿快的 撞下去 結果他忍沒事了 結果救護車車 救護車 對啊 真的全毀 我們就只能等 等第二台的救護車來了 再來被他撞壞了 所以第一台被拖掉車調走了 就不能再 因為他可能太凹陷了 被撞成這樣 好扯哦 他真的資料很機運 就傻傻在那邊一直流血 沒有 他還在地勢 你們都發現了一個超人類 全民超人類 我們就等第二台才去醫院 反正這件事情就是 他離開了之後 過幾天 我的同事跟救護車都對他提告 這一定要的啊 對 然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上法院 然後當證人 怎麼會ㄎㄧㄤ成這樣啊 對啊 好可愛 來 自好 來 你的故事來 你遇到什麼事 我是不只會唱歌 還會做美人婆 還當紅娘 對 當紅娘 因為其實有時候 這個Easy Fight嘛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 有人會單獨來聽歌 然後也會有一群 就是比如說一群男生 或一群女生 來聽歌看表演 因為來Easy Fight的客人 通常都是就是比較 就是專心在聽歌 不會像 因為另外一家店 影視大家是比較High 對 不一樣的一個情境 風格不同 風格不太一樣 然後那時候 我在Easy Fight的時候 就遇到有一 就是剛好那天 我就問大家說 今天有沒有是單身的朋友 然後就前面有兩桌 這桌A桌是一群男生 然後B桌也是 是一群女生 然後就剛好 這一桌 A桌跟B桌的男女 各一個有舉手 我說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既然都單身嘛 然後就有B桌的 客人的朋友就說 他剛失戀 幫他介紹男朋友 這樣子 我說好 今天要促成一對這個家 我可以認識朋友這樣 然後我說那如果男生 我覺得要主動一點 你要不要就主動去跟女孩子 留個聯繫方式 留個LINE或什麼之類的 對 做個朋友這樣 好 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就變成 這兩桌朋友 全部一起來 Easy Fight 就變朋友了 兩桌並一起 並桌了 結果我說 大家就開始熟識 然後就開始覺得 這兩個 這男女之間 開始好像都有一些 多少有些火董 有火花了 結果後來 隔了很久 這兩桌朋友都沒有再來 就大概是隔了差不多半年吧 結果後來是這兩個男女生 自己來 獨自 獨自來 就是你撮合的那兩個 失戀的 還有一個單身男生 然後我就一直看很久 我覺得對他們有印象 因為那時候就是他們在起哄說 兩個要什麼在一起 什麼之類 什麼交朋友 結果我說今天怎麼 只有你們兩個來 結果他們兩個就是 把雙手牽起來 舉手給我看 兩個帶著結婚戒指 結婚了 結婚了 好棒 你這個真的是有福報 對啊 然後當然我在台上 又有點生氣 為什麼你們結婚 怎麼沒有找我唱婚禮 這也是 會不會單紙跟婚禮太貴 我幫你們撮合 你也讓我賺個紅包嘛 對不對 真的 就真的 然後後來我就跟大家說 如果單身的朋友 想要脫單的話 可以到我演唱的時段 我幫你們促成家 因為音樂可以撫慰人心 很撫慰嘛 真的 是一種催化劑 你知道嗎 本來只有一分情術 音樂的催化之下 變十分 酒精加音樂 酒精加音樂 就是 凍出心之味 對 尤其他們以前 尤其老藝人 都會玩那種老哏 就是把那個曖昧的情侶 就請上台 對 他們兩個就害羞害羞 曖昧 後來就帶起 就有感覺了 熱鬧 對